一只鳖在水面上 看到的时候一出竿 一定要到它上面 就直接勾起来 专注的眼神会声会影的说者 捉鳖的经验 阿美族的潘国骏 回忆儿时长辈捉鳖的过程 擅长钓鱼的他突发奇想 自制特殊鱼钩 突破过往捉鳖的限制 小时候的时候看一些老长辈 他们的抓鳖都是用 叫棉绳钓法 就是用钩子放竹竿 擦在岸边大概 一个晚上再去收一次 后来就奇怪 憋都会扶头 为什么我们不用 别的方式来抓呢 我就想说是用白天来抓 自己也做钩子 也去练习自己的准度 即使再有经验 人有可能会被憋咬到 而老人家口耳相传 听到打雷才会松口 潘国骏也辟咬 一旦被咬到就不要动 动的话 它越咬越紧脖子越缩 那你更惨 被咬到你就赶快放地上 你的手静置不要动 不要动的话 它自然就会松口 摆动的话 会像之前我手这边 有被咬到一块肉都不见了 从事桌鳖 也有六至七年 也丰富了它的斜杠人生 而最大的成就 也是为渔民除害 可以说帮一些渔民去除害 因为它这个鳖 对一些养殖业来讲 一些小鱼苗小虾 它都会吃 所以说它的那个会亏 如今斜杠桌鳖的它 只要有桌鳖需求 它都不辞辛劳提供协助 而它也延续老人家的智慧 在当代发展出 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 也让文化的延续 有更丰富的面貌 原来是新闻感情 我们有学长的桃圆 杨梅才能报道